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见过侯爷 你的官服是偷来的吧 东军不得无礼 这位是御史胡布菲 他家三代为官 乃国家栋梁 侯爷啊 你看这句话就有些讽刺啊 原来是御史大人啊 怎么 来我们的地儿审我们 这 不敢不敢 我只是听说 当日在碉楼小柱 以七盏星夜酒 大盛秋露白的 那个天才酿酒师在此 所以我特地来此 讨杯酒喝 我找两杯酒 一杯敬酒 一杯罚酒 请问你想喝哪一杯啊 侯爷啊 这小公子跟江湖上传说的 很不一样啊 今日一见一身的丰锐 倒是跟侯爷有几分相像啊 他呀本来就是我孙子 难道不该像我吗 请坐 这可是上好的碉楼春 你就用这茶香盖盖你身上的酒气吧 要不然你回家不好交代 你家里那个可凶得很哪 侯爷您还记得他呢 也好 既然侯爷愿意同我喝茶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爷爷 您和这位御史大人曾经见过 怎么感觉很熟忍的样子 他的父亲 是龙云阁的首席大学士胡成 之前呢跟你爷爷是同窗 你小的时候这胡大学士 还曾经抱过你 大学士 怎么感觉没有笨点你喘呢 御史台的正事 你还不说一下吗 什 什么正事啊 御史台有做过正事吗 你呀你呀 御史台那帮废物不敢来见我 怕我这个烫手山芋 把你派来 但你这个魂不令的 是一个承蒙复印的败家子 来我这里打听 无论是好的坏的 你必然是没有东西可以问得到 侯爷 通透 大公 御史台的算盘他们打错了 你不问 我却要讲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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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让我 把你的耳朵拧开吗 好 侯爷 您说 我记着 阎王比催人命 侯爷 我希望您说的话 可以不要太多 我这老人家说话就话长 要不东军你来替我说 镇西侯府有杀人刀十万 镇守国之西门 勿有乱国之心 此番入天气 由世子百里成风 率领破风军 世子善武 性格冲动 不过事前已告知世子 无论此番生死何悔 镇西军 短不可轻举妄动 镇西侯府坚信 其御史监察百官 明察秋毫 定能还镇西侯以清白 如若必要 镇西侯愿与诬告者当庭对职 万王御史 将镇西侯所愿上大陛下 无镇西侯府万幸 这些话多吗 不多不多 公子啊 你这一字千金哪 你要是再多说几句 我这个 这个手抖的 就写不下去了 你要走便走 本侯爷不打算留你了 东君 松科 我就是想要走 能想要帮你好了吗 我一定是想要帮你了 还有 如若 你是 你 你 在